二姐江会的家常演唱会 明天中午12点就要准时开卖了 可能会有些民众提早登入网站 想要守株待兔 这时间一到马上要送出志愿单 想要抢到多张一点的票 不过提醒您 要在将近30万人中抢下9万张的门票 这个售票业者也特别要请民众注意 这个电脑键盘的F5重新整理 千万不要乱按 因为如果12点一到你按下送出 这系统其实需要时间来整理庞大的资料 如果你不停不停地重复整理 反而会影响资料处理的速度 到时候你跟其他人买票会更难 南墙的江会家常丰卖演唱会 25号中午12点准时开卖 只不过要抢可要用对方法 明天将会门票开卖 有的民众会守在电脑前等到时间一到按一下F5 但提醒观众不要随便乱按 因为反而越等越久 有些民众可能会起一大早 先登入网站 时间一到送出按键 就会由灰色变成粉红色 就可以按下送出系统 会秀出志愿单的处理状况 但当你按下F5时 不仅没办法更新页面 还有可能越跑越慢 原因就是在于 这次总共有将近30万的会员 要抢下9万张的门票 基本上网路根本没办法 负荷这么大的流量 所以当民众按下F5 就有可能显示无法载入的画面 如果担心抢不到票 也有小配包 只要动动你的手指头 点选网进网路选项到连线 再到区域网路设定 更改代理伺服器 就可以加快网页春娶 将会封卖家长演唱会 抢票大战又在即将登场 网友就怕抢不到最后一波门票 但要在近30万的人中 抢下9万张的门票 提醒民众F5千万不要乱按 剩下的就靠个人运气 这三层方文明台北 讲报答